中共最高檢察院13日公布 公安部前黨委委員 副部長孫力軍涉嫌受賄 操縱證券市場 非法持有槍械案 已經是偵查終結 近日長春市檢察院已經向長春市中級法院起訴 孫力軍狼馬後中共高層不斷對其追打 近期的動作更加密集 中紀委官網1月13日消息 新的反腐專題片15日起上線 並選取16個貪腐案例 其中包括孫力軍案例 1月10日中共公安部在新聞發布會上點名孫力軍 聲稱肅稱孫力軍流毒影響的公安部是重大政治任務 重中之重 2011年公安部對涉及孫力軍等人問題的人事案 進行了全面的清理 肅稱孫力軍等人的流毒影響等 孫力軍於2020年4月19日落馬 同年的5月8日被免去公安部副部長職務 2021年9月30日孫力軍被商開 官方在通報中羅列了40多條罪名 包括製造散佈政治謠言 在黨內拉幫結派 成火作勢控制要害的部門 撕藏 撕放大量的洩物材料等等 在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召開前夕 中共的公安部多次點名孫力軍及其政治團伙 並聲稱要堅決徹底 在宿稱孫力軍等人的流毒影響 《大紀元》專欄作家黃客認為 習近平在二十大順利連任 是借孫力軍案當羅古敲來威懾各方 二年53歲的孫力軍 是長期在中共鎮壓法輪功 最主要的指揮系統裡擔任要職 包括國保局局長 反X教局局長 中央610辦公室副主任等 孫力軍還參與了 臭名超注的709律師大拘捕案 他還被指在香港銅鑼灣書店事件實際操控人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兼任教授林和立 曾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孫力軍為當權者做了很多工作 而知道中共高層太多秘密的人 都不會有好的下場 孫力軍也不例外